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是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末 然后就是他的祖上去了台湾 现在的话他又坐在了北京 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好 又是一部小说 其实我跟刘老师 很短的这段时间里面 这个缘分忽然来得比较急一点 因为有一天大概是两三周前 有一天晚上我回家 然后我老公忽然跟我说 我今天遇到一个作家 人说跟你问好 然后我说谁呢 他就说就是小刚新电影的编剧 我说哦 但是就这么带过了 后来过了两三天之后 我有一个画家朋友王麦老师 就忽然就提起来 最近有一本书你们得看一下 然后大家什么书呢 他说非常严肃的一个话题 这有关于这个一个女子上访的话题 然后书名叫我不是潘金莲 然后大家都傻眼了 所以这个事情呢 就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面 然后我第二天 我刚才跑去买书 我就开始看了 开始开始看 后来咱们避风又通知我说 那个要录像 我说哦 我说那跟谁录呢 他说刘正云老师 刘正云老师 不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吗 你们俩在潘金莲上连起来了 最近广美呢 也是对潘金莲思考的比较多 所以咱看看 刘老师这书 我是刚刚看完 刘正云在上 潘金莲在下 我不是潘金莲 这个书至少可读性很强 我中间没穿插别的书 就一路就这么看完了 看完之后 我就说 我觉得他来我们这 总是让我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我记得上次 你来我们这做节目 他有一个 我甚至认为 你的许多小说里边 有一个母题 什么呢 我们这个枪枪三人行 早年间不说 这个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这个广告语 叫枪枪三人行 跑题跑步停 我觉得他很多事 就上次他也谈到 他说你看中国人 可能他是从河南人开始体会的 他说怎么老是本来聊这件事的 到后来怎么聊到了第二件事 聊到了第64件事 我一想我们节目不整天就是这样 中国人就是这么聊天 跑题跑不停 这本书就是从一件事 聊出了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事 这一通 聊到两会 是吧 聊到上访 广美你先说说 我就是说 这小说写出来了 就就是属于读者的了吗 你为什么就是关心潘金莲 我不是关心潘金莲 我只是关心这这个里面的 这个前大半截的这个主人公 李雪莲 我替他很不值 你何必这么纠结呢 你放的好好的日子 不过你花了20年去干一件 最终好像还是没有结果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学会了就是该放下的时候你就放下 我觉得放下是一件很很重要 是为什么中国人说舍得 你舍了之后你就有得了 是 他这个就讲到这个书里边这个女主角算之一了 这个李雪莲呢 照咱们这个北方话讲就有个轴屋的问题 就是不是 经常那个老上访户啊 我也见过一些 其实你觉得他是不是性格中啊 也确实是有一种特别的这个较劲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首先这个较劲绝对不是一件坏事 就是像这本书里的话呢 像他主人公就是叫这个李雪莲 其实他的目的非常的简单 就是呢 想在生活中纠正一句话 纠正这句话的话呢 就是说他不是潘金莲 因为他的算是前夫 骂他说他不是处女结婚的时候 不是处女 所以他还是潘金莲 是吧 但是的话呢 就是比这个呢 就是更让他放不下了 他为什么一直向广美说的要纠结下去 是因为的话呢 这个事情他掌控不了 很快的话呢 就是有他一个人的事 变成他跟法院的事 接着又跟市政府的事 一直到北京到人民大会堂 就是一个妇女离婚的事 最后变成了一个国家大事 就是这个演变的过程 不是潘金莲能够把握的 但是呢 也不是跟潘金莲产生 不断产生 或者发展成矛盾的这些人 所能掌握的 双方都掌握不了 是 为什么的话呢 就是一个蚂蚁 很快呢 就变成了大象 我还有一个感觉啊 是什么呢 人跟人之间啊 之所以弄得这么荒诞呢 往往是因为啊 他都是属于不同世界的人 就各自在一个 你比如说李雪莲 是这样一个世界的人 他觉得 哎呀 这潘金莲啊 我要带上这么一个名声呢 我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我为了这个 死都行 我也不能给人叫潘金莲 那么潘金莲 如果我们放到历史上 或者到今天 这个历史长河里来看 他一定是一个坏女人吗 其实 李雪莲的话呢 他说我不是潘金莲 他并不是指宋朝那个潘金莲 而是宋朝那个潘金莲 最后他贴了另外一个标签 就是这个标签的话 它是一个不道德的标签 但是真正的话呢 就是从那个宋朝来讲的话呢 就是像宋朝的潘金莲 生活中是不是那样 不知道 但是史奈安的话呢 塑造了一个 就是中国文学史上 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形象 这个形象就是反叛 就是李雪 就是潘金莲的话呢 就是他的反叛的话 是性的反叛 比如讲中国 从这个富士社会 一直的话呢 就是从先秦过来的话 就男女的话 在性上是非常不平等的 因为男的的话呢 可以妻妾称群 但是女的的话呢 就是他只能从与而终 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 对 就是从与而终 潘金莲的话呢 就是对这个人类的这种传统 他出现了一个反叛 起码的话呢 从艺术形象来讲 他是第一个反叛的 不管是水湖传里也好啊 或者是金瓶梅里也好啊 就是这种反叛的话呢 我觉得可以用四个字的话呢 就是来形容的话呢 他起码是一个民族英雄 就是在性的这个方面的话 他应该是一个民族英雄 民族英雄 潘金莲诞生了 怪不得现在潘金莲 故里都已经找到了 发展旅游事业 咱们先去下广告 呛呛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一路领先 一赫兹好变频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这条河 这个镇创造了中国酱酒传奇 古镇老九 上片人生 贵州茅台镇 古镇老九 好 你看潘金莲成民族英雄了 光美你同意吗 我的那个没有那么高 其实我觉得你骨子里还是挺旧道德的 你知道吗 当年的潘金莲是一个荡妇那么个形象 你看今天的文人 已经开始要有给他翻案的了 我不想你比如说今天人老爱说小三 你觉得小三是不道德的吗 我这样子讲吧 就是我真的觉得两个人 不管你结婚没有结婚 两个人的婚姻也好 感情也好 出问题了 绝对不会是因为一个人的原因 两个人在一起幸福呢 也不会是一个人所促成的 所以你说这两个人真的出问题的时候 会是只有一边有错吗 我真不太相信 所以你说小三这个事情出现 那男人也有可能是小三 女人也有可能是小三 所以 我觉得你现在用道德标准来评断这个事情 我觉得略显简单了一点 所以你就看出来 不能搞这个道德评判 而且你得进行这个科学分析 科学分析 你看 我觉得你这个里边就有点科学 科学分析 你看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我越来越觉得是个网状结构 你看现在都上网 网状结构 谁也不能决定全局 而是我们每个人都互相决定 但是我的任何一个言行 都会影响在我这个节点上 跟我连接的其他方面 他这个 他当然有些观众可能没有通读这个小说 简单来说也简单 就是这么一个农村妇女 因为要多生一胎 跟老公就假离婚 假离婚 结果老公真的找了别人 跟别人结婚了 但他想不通这事 说假的怎么就变成真的了 他本来是要讲这个理 后来告状告不成 跟老公吵起来 老公又骂他一句 说结婚的时候 你还不是厨女 你这个潘金莲 这完了 又加上一个不白之冤 为了这事 一路上访二十年 中间闹到人民大会堂 引起国家领导人的注意 撸了一大批官员 就这么样的 你看这个里边 是不是个人与人之间的 是个什么关系 就是这个逻辑关系的话 首先的话 就是他有多重的标准 我觉得比方向广美刚才说的 你比方首先的话 他会有道德标准 有伦理标准 有生活标准 他可能还有社会标准 有政治标准 正是这些标准的话 就是他缴获在一个杂败州里 所以有时候用一个标准的话 来判断一个事物的话 确实是说不清楚 除了标准 还有一个判断标准 就是你这个人的话 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 那么中国人判断 好人和坏人 起签起来的标准是什么 顺从标准的人 他肯定是好人 反叛标准的人 他一定是坏人 或者是坏男人和坏女人 比如讲像中国的经系里边 就是他对这个好人和坏人的判断的话 是忠还是奸 所谓忠是什么呢 就是顺从标准 顺从谁的标准 皇家的标准 哪怕皇家的话呢 说吧 文涛的话呢 可以砍了头 文涛的话呢 如果是个忠臣的话 还是泪流满面的说 就是谢主隆恩 但是你要 接着你说我反叛了 反叛了 你鼻子上马上给抹上了 抹上个白鼻子 对一个白 坚臣 这就是坚臣 反对是坚臣 顺从的话呢 是忠臣 那么在一个社会里呢 就证明了 反对意见的存在是多么的困难 我只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凡是提反对意见的人 我觉得他都是可贵的 那比如讲像潘金连 用他的入花四玉深 来反叛了一个标准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觉得他可能会是一个民族英雄 但是转眼几百年过后呢 到了现在的话呢 他成了一个标签 已经不是潘金连了 那就这个标签的话呢 也是别人规定的一个标准 那他就是一个非常不道德的女人 然后呢 李雪莲就说 你把这个标签贴到我的头上 他又要反叛 潘金连的反叛 我觉得这整个主族 已经不是在讨论 潘金连是道德或不道德 就像小三 是道德是不道德 以我们现在标准 小三一定是不道德的 但是你怎么界定 什么是小三 什么是小三 就像你在李雪莲身上 贴了潘金连的标签 你怎么能因为他结婚的那一天 不是处女 那个时候不是处女 你就认定他是潘金连 所以我觉得这个标准是 小三是什么 破坏人家家庭的人 破坏人家夫妻感情的人 才叫小三 那你不能够 对不对 那个见到一个人 看你不顺眼 贴你一个小三的标签 人花20年摘不掉这个标签 所以你看咱们说到的 还不光是个时间上的标准 在变化 在不同 即便是同一个时间 它不同的地区 河南有河南的标准 北京有北京的标准 人民大会堂 有人民大会堂的标准 你家里有你家 是啊 所以这些东西 尤其是碰撞到一起 我倒觉得这个东西 你怎么是 你现在还要深入生活之类的吗 就是你对这个上访 包括对于各级的官员 他们的这种处境 你是怎么了解的 不是 每天一个人 每天都在生活中 比如讲的话 就是你每天看到的电视 看到的互联网 你每天坐火车 见到的人 包括回到我们村里 见到的人 我觉得的话 就是你没有必要的话 就是对于生活的话 就是那么功利 比如讲的话 就是说体验生活 这个词 我就觉得是挺讨厌的一个词 如果一个人的话 就是是为了体验生活 接着再写出一部作品 我觉得这个对于生活来讲 是太功利了 有时候你会觉得 这个事情它不太对 你都能看出来的话 这个是很荒唐 但是它每天 还是像电视联系剧一样 它还在非常严肃的 在上映着 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的话 有时候 比如我们看到电视 电视的话 比如讲一个人 在主席台上在讲话 他手里拿了一份文件 对 下边坐着那么多人 手里也是拿着一份文件 对 这个我也想到过 这个文件的话 念的文件和他下边 看的文件是一模一样 没错 一个字不差 但是所有人都在记录 几百人 上千人都在记录 记录的是什么 我念文件 你很难道要写 另外的创作不成 如果你要是跟我一样 你面前有文件 你为什么还要写文件 敢想呀 那好 我在念 头一句的时候 你产生敢想 那我第二句的时候 难道你就不听了吗 没错 那我可能已经把它 全部看完了呢 领导还没念完 如果你看完了 不可以抄前 不是 那就证明领导这个文件 他是可以不念的 他主席台下边的人 不识字了吗 首先念文件本身 你也有 我也有 这个事就很荒谬 但是所有人在念 念的同时 下边还在记 也很荒谬 但是下边都还在记 骗谁呢 对 我跟你说 这个主持人最有体会了 这叫行礼如仪 你这为什么叫私仪吗 就好像一个仪式一样 你 我也知道 我要说的话 他们都知道 他们都知道 但是我还得这么朗诵 对吧 要不然这事就不成局 这就是生活里很多荒诞的这个情况 他们都觉得我是中国就是最绕的一个作者 确实有时候需要绕 其实我不是潘金莲的话呢 就是潘金莲不是主角 真正的主角呢 是因为潘金莲这个事呢 被罢免的一个县长 使为民 使为民 这个县长的话呢 就跟潘金莲的话就见过一面 而且他说的话是帮李雪莲的话 说你们法员为什么不管管人家呢 但是的话他没想到的话呢 这个蚂蚁用 麻雀的话呢 就要到绵羊一直到骆驼呢 这个是反过来有牵扯的 把他现场给罢免了 如果没有罢免的话呢 20年后的话呢 使为民可能会是一个省长 但是当他罢免之后的话呢 就是因为李雪莲就见过一面的 李雪莲罢免了 他成了一个主肉的 是一个买肉的 你说不管他有没有意啊 但是咱们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呢 看他的这个书啊 你觉得有预言的性质 而且的话呢 就是这个石伟民的话呢 当李雪莲的话 要纠正生活中一句话 不断的在找人 找这些人是因为相信这些人 李雪莲是很严肃的 各级的官员也是很严肃的 是在用严肃来对付严肃 这时的话呢就是李雪莲 所谓上上二十年的最重要的原因 他一直相信的话呢 我用严肃是能战胜严肃的 但是的话 当一个县长煮了二十年肉之后 他突然觉得这个严肃特别的荒诞 他开始用荒诞的逻辑来对付那个荒诞 所以的话呢 他在有一次他走心急到东北 回来之后呢 在北京 北京的话 火车站的话呢 人太多了 没有火车票 他用的跟李雪莲是同样的办法 他举了一个牌子 说我要上方 马上给他找了一个卧铺 然后给他送回老家 他送回老家的目的是 他要干嘛呢 说要跟文韬打一场麻将 跟老朋友约好了打一场麻将 所以当他用这个荒诞来对付荒诞的时候 对方的荒诞马上变得非常的严肃 这个严肃的话 就一路上的话 在照顾这个卖肉的 而且那两个人物 我是从宋朝水户传里给借出来的 一个是董朝 一个是雪霸 他们不是过去压 压谢临终 压谢临终的话 就一路上在迫害临终 迫害临终的话 就是说临教头 一块的都是朋友 往上给你洗个脚 一下子滚水 烫的全是泡 第二天我的旧鞋 旧鞋没有 给你买了一双新鞋 新的草鞋 一片好意 满脚是血 还要把临终给弄死 但是他到了 这个史未明这 对 他突然变得像个猫一样 来照顾他 没事 而且的话 给他买饭吃 给他买饭吃 给他喝茶 俩人看这个 就是一共两个铺位 俩工人呢 睡一个铺位 然后让史未明 自己睡了一铺位 俩人实在撑不住了 就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 一看到的话呢 史未明没跑 哥俩感动的都哭了 大哥仁义 直到最后他发现的话呢 说这怎么办 发现的话 他是为了打一场麻将之后 他俩突然又严肃了 说这个事儿 如果我们入时回报上去 不但欺骗了 政府 咱俩的范围也没了 可不能让一场玩笑 变成玩笑 这个事儿 要把它再变成严肃 俩人就开始在那编理由 最后编的是呢 说这个人是要上方 但是路上经过我们教育呢 他不上方了 回家呢 我们可能拿一奖金 哥俩商量好的话呢 碰了一杯酒 干 当他们在干了一杯酒 因为接近年关了嘛 窗外的话呢 就是一粒花生上去 光芒似湿 这个是我们的日常所见到的 这种幸福而荒诞的生活 行了 你没看完的那部分 不用看了 他都一字一字背出来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科技是品质的源泉 责任是品质的保证 品质改变世界 三亿重工 敬酒 源自四大原酒基地 七眼深山甘泉 十二大职工基地 四十四道核心工艺 六十年健康追求 千万次温馨提示 少喝一点 为健康 敬酒虽好 可不要贪杯哦 敬派公司 重心为你聚焦 世界因你璀璨 新一代轩逸 药室登场 感恩四百万 彪悍礼遇回馈每一个你 东风日禅 我看他这个书 我甚至都能想起 我有的在地方上做生意的朋友 很有意思 他就说 现在你知道吗 我们这个办企业的 就是人子为战 个子为战 我说你都干什么 他说 我这样有一个职工 脑溢血 中风 死了 好家伙第二天家属 就扛着棺材 就来了 要钱一百万 是吧 该多少钱 多少钱 不行 就吃你这 住你这 你这公司来一个人 抱着大腿 好 我说 报公安局 公安局不管的 公安局就是说 你可不能出事 那要是弄伤一个人 弄死一个人 所以呢 现在弄的就是 他也找黑社会 两边 就在这整天斗法 跟打仗似的 他说你现在 他说我的很多朋友 甚至是公安局的局长 都跟他讲了 就怕出事 你这反正 这个东西啊 就谁倒霉 落谁头上 谁就丢乌纱帽 你确实 很 不只得 就中国这社会 现在有些问题啊 你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确实是这样 就是 这就证明 这个公众的标准 公众的标准 在公正这个标准上 它是非常不同意的 而且的话 像刚才我们说 它有不同的这种标准 而且就是 中国人的话 就是 他往往是原则的标准 法律的标准 一定没有 这种情感的标准 伦理的标准 道德的标准 大 因为它是一个熟人社会 是个人情社会 他一定觉得 那个标准 比这个标准要大 你像那个 李雪莲的话 你本来你这个事情的话 应该在法院解决 他马上我不找法院 我要去找 管得住法院的 那个县长 再接着去找市长 国家领导 再接着找国家领导 就是他一定是用 他自己个